L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一月號封面人物柯佳彥 你訂閱了嗎 趕快訂閱 訪問要開始了 可能是因為碰到表演吧 然後演戲 常常是一個劇組換到一個劇組 一直面對很多人 那就有慢慢的被大家影響 被大家感染 然後也因為表演的關係 我覺得有開始去 開始比較認識自己 比較清楚之後 我覺得就會比較自在跟放鬆一點 有找到一個自己的 比較舒服的方式 去面對人群 面對生活 面對工作 我有時候會不小心 變成比較旁觀的角度 在看我自己正在做的事情 像我現在明明在做訪問跟妳聊天 可是我就會忍不住 就是注意到說 妳後面站了這麼多的人 就想一想 然後坐在這裡看我講話 感覺是滿奇妙的 應該跟大家都一樣吧 那可能因為我們兩個人都是 都在做這個工作 有時候忙起來的話 真的會比較像室友 但是滿好的是 我們接觸的領域有稍微有點不同 所以能夠有一些新的事情去分享 我之前很常被問到說 如果見面的時間少 或是我們各自在工作 那怎麼辦 我之前有被這樣問過 可是我覺得那個相處的時間 好像也不是 可能不是最重點吧 我覺得重點是 當我們各自 各自行動 所以當我們在碰到面的時候 才有新的事情可以跟對方分享 我好處想是這樣 我覺得幸福 對現階段的我來講 應該是 我可以真的安住在 眼前當下這一刻 無論我在做什麼事情 我在生活也好 我在工作也好 我在喝一杯茶 或是我在看一場演唱會 我要真的能夠 專注在那個當下 然後我覺得我的心也是真的很安定 在這一刻 我正在做的這件事 我覺得那個就是一種幸福 然後你是發自內心 真的很喜歡現在生活的一切 你自己的狀態 我覺得這就是幸福 可能就是當下這一刻 現階段 我算是滿滿意的 我大概是到了 可能快要三十歲開始 三十歲之後 我才真的能夠去喜歡自己 然後找到了一個 自己很舒服的方式 跟自己相處 也跟別人相處 我又找到一個平衡 我是比較隨心所欲的人 應該是我會滿 跟著自己的心去做一些決定 或是選擇 所以我覺得就 感受一下自己 我覺得我們都會大概知道 自己想要往那邊走 一定有一個方向 你是會比較開心的 我覺得這都是我們自己會知道的 但是要靜下心來好好感受自己 就是問一下自己 現在大概要往哪裡去 想要做些什麼樣的事 一直有在寫書 希望這本書在2021的上半年 可以跟大家見面 我會加油 我大概會用散文的形式 去寫一本它是關於 愛跟療癒的一個書 那很多是我的一些心得分享 或是跟朋友聊完之後 可能他們的故事給我一些感觸 我希望這本書是讓 可能在等愛的人 或是在戀愛中的人 或是剛分手的人 他看了之後都能夠 找到某一些溫暖